Windows 1123HR已经向Windows Insider的Beta频道开始推送。 如果您是Windows Insider成员,可以切换至Beta频道并在线更新。 Windows 1123HR更新完成后即可立即体验所有新功能。 如果您不是Windows Insider成员,又想立即体验即将发布的Windows 1123HR, 可以使用您的Microsoft账号在微软网站上注册成为Windows Insider成员。 该账号与您用于其他Microsoft服务的账号相同, 例如电子邮件、Microsoft Office或OneDrive。 如果没有Microsoft账号,也可以先在微软官方网站上进行注册。 Windows Insider成员注册完成后,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然后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选择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接着点击加入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后面的极客体验按钮。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链接账号。 然后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微软账号登录成功之后。 在选择预览体验成员频道中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 在弹出的查看适用于你的设备的协议中点击继续。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计算机重新启动之后。 再次点击开始菜单。 选择设置。 打开Windows更新。 点击右侧的检查更新之后。 将看到Windows 11 Insider Preview 22621.2338更新。 此时将鼠标向下滑动。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后面的滑块。 然后点击下方的高级选项。 在新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可选更新。 此时将看到Windows 11 Insider Preview 22631.2338。 和刚刚的版本相比。 22621变为了22631。 选中该版本。 然后点击下载并安装按钮。 内部版本22631.2338新功能默认激活。 内部版本22621.2338新功能默认关闭。 等待更新完成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更新完成后,按Windows加2键盘快捷键打开运行。 然后输入WINVER并按确定按钮。 此时,Windows 11版本即为23H2。 至此,Windows 1123H2已经升级完成。 用户可以尝试使用所有新功能。 但是,Windows Co-Pilot默认隐藏。 需要手动激活。 点击开始按钮。 选择设置。 然后选择时间和语言。 右侧选择语言和区域。 将系统语言更改为英文。 区域选择为美国。 然后注销计算机。 再次运行Windows更新。 直到Windows更新中没有任何更新为止。 按Windows加2键盘快捷键打开运行。 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然后导航到屏幕上显示的路径。 然后导航到屏幕上显示的路径。 双击右侧的Is User Eligible向。 然后将值从0改为1。 并点击OK按钮。 下载Windows Co-Pilot激活工具。 激活成功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一切正常。 此时Windows Co-Pilot将被激活。 现在可以将系统语言切换至中文。 如果Windows Co-Pilot图标依然没有显示。 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任务栏设置。 在任务栏设置项中,可以看到Co-Pilot。 将后面的滑块关闭再打开即可激活Windows Co-Pilot。 至此已经完成Windows 1123H2的升级。 以及Windows Co-Pilot的激活。